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爱自己 我们要健康 我们要有玻璃 我们吃饱喝足 回家吃蛋糕咯 感谢妹妹妹夫精心准备 请姐姐们吃母亲节大餐 好便宜啊 才马币260 疫情两年了 今年我们才有机会聚在一起 今年的母亲节就少了我们的妈妈 所以我们要珍惜懂得身边的一个人 来咯我们开餐哦 好看的食物永远看到都会流苦水哦 南瓜炖大虾 虾子非常的新鲜 南瓜肉非常的松花 南瓜炖大虾 是一道非常独特的菜肴 清蒸味 好鲜甜啊 南瓜炖大虾是今天的主角哦 哇 好大条的清蒸味 海鲜豆腐羹 健康养生 甜和可口 妹妹说 这一道豆腐羹 世界家餐厅的招牌 德国猪手 猪得滑嫩的手法 外皮松脆 肉非常的鲜嫩甜 感谢妹夫 妹妹为我们两三个姐姐 清除清洁 我们一茶代酒 干杯 母亲节快乐 Happy Mother's Day Yamsin 姐姐为我们服务 分配好东腐羹 两年独自过母亲节 今年我的母亲节特别的热闹 我的开心 我们的妈妈今年已经入在了 只有我们几个姐妹来庆祝母亲节 也希望以后我们的母亲节都能够一起过 经过长达两年的疫情 提醒了我们要珍惜我们身边每一个人 哇 马来西亚的野菜 巴菇菜真的好吃 蔬菜是养生的一个菜 少不了 那巴菇菜呢是用虾米 马来西亚的炒香有独特的口感 只有马来西亚有的吃 马来西亚人喜欢吃饭 喝冰冷的菠菜来帮助消化 非常好喝 我们呢一边聊天 一边等吃 妹妹很细心 很早几天已经订好的位置 也点了好的菜 妹妹点的菜呢 都是好吃的独特的 借家餐厅的招牌菜 外饭饭店呢它是隐藏在Gajang地区 也是当地人喜欢吃的一个饭店 那这里的环境还不错 不热 地方很大 有点像当地人结粉白酒的那种 风景很美 有马来西亚的火车刊MRT 餐厅有大自然的风景哦 妹妹可爱的小狗狗 她叫Yivi 她很顽皮 但是好可爱 好多家民吃的 当地的人都莫名而来 这家餐厅来吃饭 我们今天母亲节的到餐 定的是六点半 我们呢就准时来到了母弟弟 家姻万法饭年 来庆祝我们的母亲节 下个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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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